好 就来看看您感恩节要去哪里呢 要不要参加刚刚那个曼哈顿的游行 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要参加一些旅游的话 该去哪里呢 短程旅游其实也挺伤脑筋的 南加州就有一家周末旅游专家 他们设计了一天和两天的火车旅游行程 你不用自己开车 一路就轻松地玩 对于喜欢短程旅游的华人提供另类的选择 一起来看 M-Tray海景火车出发 沿着南加州海岸前进 目的地南加州海滨城市Santa Barbara 这里有迷人的海滩 享受美食龙虾大餐 还暂时远离洛杉矶的喧嚣拥挤 常先坐火车 花费高贵而不贵 让你一路看风景 玩得又开心 安排了火车搭配巴士 有一天有两天的行程 在这个业界呢 已经受到很多华人朋友的喜欢 那我们这个行程每个礼拜出发 那有一天的有两天的 在配合上呢 我们现在有季节性的去海边吃龙虾啦 赏蝶啦 强力促销周末火车游 中美领袖习近平和欧巴马 今年六月在加州阳光庄园相见欢 想要亲身体验欧习会所在地的风光 迎接耶旦新年假期正是时候 看庄园外还有豪华游艇一日游 在12月初的时候呢 推出一个坐游艇 坐百万游艇游新港 坐在船上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另外呢还配合圣诞大餐 去吃小龙虾吃到饱 这个行程呢是名额有限 朋友们呢到时候可以早一点来报名 感恩节后 黑色星期五29号购物一日游 正在热卖中 业者表示一天两天的旅游 找大亨假期准没错 也难怪他们赢得了 周末旅游专家的美名 更多相关的讯息 欢迎上网查询 东升新闻吴中国彭迪英红文 在洛杉矶的